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龙江 蓝白合不合 最后时刻 国民党资人让步的全民调 加入政党支持度六四比 民众党依然不接受 认为这个政党支持度 有灌水之嫌 传出朱立伦的策略 如果柯文哲不接受 就全面开战 还可以叫蒋万安配合 打柯文哲的台北市政 要催动弃柯宝侯 不过国民党内部已经分裂 马英九呼应柯文哲的全民调 包括韩国瑜 县市长以及党内一票 外省卦通通呼应 还喊出要弃柯宝侯 本土派的王金平 李乾隆等人 是都出面反对 马半竟然还出来呛侯友谊 说你重要还是台湾人民重要 把民众党当敌人的 就是帮助赖清德 那党团呢出来反呛 马英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国民党乱成一团 反观绿营赖清德的副手 浮上台面 传出是萧美琴 20号将正式登场 赖萧佩 萧美琴的出现 背后考量是什么呢 整个国际情势 民主阵营 对抗极权中国 拜习会即将登场了 拜习那么将会 这个拜登呢 将会明确的警告 习近平不要干预台湾大选 那这个时候 台湾要选出亲中的总统吗 马英九等人 导向了柯文哲 争议无止境 入港妈祖呢 被这个柯文哲放鸽子 主委张伟东怒呛 选前不用再来了 结果被柯粉出征 那柯文哲说 国中毕业没有继续升学的人 吸毒机会是99倍 还有没念高中的呢 要全部列管 对穷人弱势者好呢 不是施舍 是保护自己啊 充满歧视的言论 引爆民众怒火 最近局势发展 在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苏巧慧 众将好 大家晚安 好 再次桃园市议员 约本陈将军 众将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还有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众将好 大家好 好 再次国民党新闻市议员 叶元芝 众将好 大家好 资人媒体陈兵凤 大家好 还有资人媒体王瑞德 众将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蓝白明天将再次会谈 个人从头到尾 都拿出最大的耐心 善意诚意 一起面对蓝白合作 我也期待 何主席 也能够一样 不要再回到原点 周三上午十点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侯友宜 将与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在马银九办公室见面 由前总统马银九担任见证人 双方幕僚 周二也悄悄现身马办 进行场刊 你再不让陆家开赞 人在台中进行私人拜会的柯文哲 保持低调 只是针对总统候选人产生方式 柯文哲先前坚持 与侯友宜比民调决胜负 国民党则希望加入一半的政党支持度 外界猜测双方是否会各退一步 把政党支持度的占比降到四成 甚至更低 这场各怀鬼胎被绿于长凤式分赃的 总统大选合作戏码会怎么演 外界等着看 明天猪科猴马就要进行政党协商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局势 因为国民党提出了全民调的六四笔 民众党看起来是不愿意接受 民众党甚至认为 你这个政党制度就是有灌水的嫌疑 先讲瑞哥 柯文哲期待的马英九来当见证人 明天的蓝白盒就会成功吗 还是因为有了马英九会加速破局 马英九自从提出这个所谓的全民调之后 那么后来韩国瑜跟进 还有一些国民党里面 少数的立法委员的参选人 大部分都是在比较艰困选区 或者是五五坡这些地方 那么也跟进 还有少数的几个县市首长跟进 为什么说少数 六都里面的包括张善政 卢秀燕 还有包括侯友宜 他当然本身是总统参选人 还有这个蒋万安 都没有特别针对这个事情 加以推崇嘛 所以呢 那么被视为非主流派 而且那个我所听到的 这个相关来 国民党的相关这些民意代表呢 几乎都接到电话 臭骂马英九一顿 甚至还有说 如果这样的话 台商或者是这个侨胞 就不回来投票了 如果你到时候 如果真的是柯正 这个所谓的柯侯佩的话 因为他们心目中 还是向着蓝的 心目中还是为了国民党的 如果你到时候不是 总统候选人 不是国民党的话呢 不是这个等于说 这个侯友宜的话 他们就拒绝回来 就没有一个动力 跟中心思想让他们回来 这样的骂声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大家 昨天晚上都开玩笑说 现在是非主流派 要逼宫主流派 主流派当然就是朱立伦 侯友宜这一派嘛 那非主流派就是马韩 被马英九了 因为很简单 最大的差别就是 主流派现在在当家 国民党为了国民党的未来发展 然后呢 还有要选总统 非主流派 他们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都过气了嘛 现在不是当家主事的嘛 那么当这个传出 明天中午 明天早上十点 蓝白 民众党跟国民党 要在马英九基金会呢 正式进行政党协商啊 个人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 为什么 既然如果像早上 那么萧续成他们呢 这个马英九这边的说法说 因为他不再其位不谋其政 所以他们不是要干涉嘛 不是要干扰 所以呢 他马英九呢 只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见证 意思说见证 他不讲话吗 马英九不会加入意见 我问你 你知道那个像什么 你知道 那个像俄罗斯 像这个中国共产党啊 军队里面的政公 类是我们的政公 你知道吗 才在那 监军 常委监军 为什么呢 你们两个讲什么 我都知道 你说他不能讲话 那我问你 他是神主牌吗 他立一个人 人形立牌立在那个地方吗 你们两个讲什么 随便 这样子我有参与 然后呢 我不能讲话 你相信吗 所以呢 那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一个太上皇 马英九要行术的就是 我就是国民党的太上皇嘛 中央 中央 那个等于说 这个里面的中央 他才是真正的中央啊 他说了算啊 那当然要看 朱立伦跟侯友宜 挺得住挺不住 听说明天也有邀请侯友宜啊 侯友宜也会去 那侯友宜不知道 也是见证吗 侯友宜是当事人的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见证 如果明天 连最后的底线 六四 大家开玩笑说 六四已经中国很敏感了 如果再让就变三七了 就变三七分了 所以呢 明天就要看看 你朱立伦 能不能坚持住 坚持住还是妥协 自己坚持住自己的中央 我跟你讲 明天十点这场很重要 为什么呢 倒也不是说 你们两个合了以后 怎么了不起 我想坦白的啦 你们现在 柯侯配的结果 刚刚已经讲了 国民党内部被裂解了以后呢 事实上 民众党是不是 这次的年轻人 全部都愿意跟国民党配 也不一定嘛 那如果是侯柯配 那就不一样 更不一样了嘛 因为他们这些人 白银的支持者呢 是要支持柯文哲选总统嘛 如果 所以啊 没有绝对不会出现 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甚至一大一 不会的 那最可笑 最好笑的是 马英九的角色 那么我看了一下 大概这个 从马英九提出 这个讲法之外 除了国民党 少数这些非主流派 那么站出来力挺之外呢 大概最挺他的 就黄伟翰了吧 黄伟翰 他自己脸书写了一大篇 哇 把马英九那种 用心良苦 对不对 有多好 如果这样的话 国民党为什么都反对 我跟你讲 好不容易 侯友宜的民调 终于有起死回生 从十几%到二十几% 就在这个时候 从后面踹他一脚 你知道吗 从后面踹他一脚 你应该做的 马英九韩国瑜要做的是 每一场 最好是每一场有侯友宜 都有你们两个 你们帮他全国这样 然后撑 那么马英九 他们的团队说 如果各自选各自的 反而认为 国民党可能会掉 很严重的歧视 错 你们太久没有走向群众了 你们太久没有拥抱群众了 你不知道 不管蓝或绿 大家真正的这个研判是 如果国民党凝聚他的 这个14加1的 相关的县市陆军啊 事实上 国民党我们不客气说 他们现在内部的 评估区域立委是 加5到10席 那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是民进党 为什么一直告急告急告急民进党说 一定要国会过半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马英九你这个时候 可能自认为是中党爱国 我问你嘛 你如果这么好 你的东西那么OK的话 朱立伦跟侯友宜早就接受了嘛 朱立伦跟侯友宜不能担 1%的风险 让国民党变富的 因为如果国民党在这场总统大选 里面屈膝 国民党就扫尽历史灰烬 你的国民党就被裂解 还有你不要忘记朱立伦能够承受得起 既换柱之后又换侯 两次换人都在参当党主席 最后连他自己都换掉的这个历史定位嘛 是所以我们看到 明天呢 四个人又要将进行一场所谓的大戏 蓝白再次的这个协商 但是双方其实有所谓的退让嘛 当然国民党现在自认已经让三步了 已经退让三次了 也就是全民调的六四比 那我们看到国民党林涛就说啦 他们国民党已经退第三步了 如果民众还是坚持自己 那就占到底 国民党内部也说呢 如果最后的底线 民众人不买单 那朱立伦已经拟定开战计划 要全力拼 要拼什么 气科保猴 那民众党方面我们看到 他们是认为 国民党提出的这个政党之处 是有灌水的嫌疑嘛 民众的底线就是全民调 所以民众党其实是寸步不让 只是说现在就是考验这个朱立伦 简秘哥我们看到如果说在 马英九的见证之下 朱立伦有没有办法守住底线呢 重点是在于朱立伦有没有那个决心 真的如果真的合不成 要跟民众党开战 如果真的是要互相谈判的话 就不会说出一句话说 谈判结束 我正式跟你开战 这已经讲白了 朱立伦心里面也很明白 这场战争他不能再退了 再退下去的话 国民党将没有底线 那最新的民调已经出现了嘛 给大家比番茄 真的是马英九是柯文哲的救世主 来看一下这最新民调 柯文哲在最近一段时间 突然之间急起直追啊 这是吃了什么神仙妙药 肯定是马英九嘛 现在双方距离已经拉到多少了 已经拉到只剩下不到两个百分点 差不多两个百分点左右嘛 太神奇了 真的之前差距到多少 最近可以到八个百分点 那真的我们这样讲 这个柯文哲本来还在想一件事 他民调持续往下掉 有没有 这第一点 第二年轻人选票开始离开了 第二点 第三个所谓的50岁以上的民调 统统没有了嘛 哇 马英九这个正背一呼啊 柯文哲是真立刻 这个大补完 大补完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马英九这一路走过来 其实他做一件事情嘛 霸凌金啊 不是吗 金卜中去被他霸凌嘛 我有发讯息给你哦 你都没有回哦 我会找朋友跟你来 来这个回应哦 你这么重要的事情 把金卜中当做什么人 金卜中还是当时 帮你选上总统的人 直接说我有简讯给你哦 我等会你没接哦 那是第一个霸凌机 马英九对金卜中很不爽是不是 对啊 因为他说电话讯息已读不回 人家后来还是有打回去啊 只打回去变成马英九没接到啊 可是礼貌上你这么重要的事情 金卜中又是侯友宜重要的一个幕僚 这么重要 三个重要 你基本上跟金卜中讲得清楚嘛 其实没差那一个小时 所以他第一个动作霸凌金 第二件事我蛮佩服朱立仁这口气 还忍得下来 基本上请问一下哦 现在党主席是谁 党主席朱立仁耶 那么中常会谁要面对 是朱立仁耶 中常会已经授权朱立仁 做最大的决定 结果发现了解释 竟然有个人比朱立仁更大 一句话说 全民调 全民调 你觉得这不是羞辱朱吗 霸凌金羞辱朱成就科嘛 简单一句话 民调显示了嘛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 马英九为什么要成就科呢 因为以现在民调来看 你在踹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往下掉了 因为最近发生太多事情 另外这样你这时候 马英九 站在国民党立场上面 你肯定应该是 应该是同仇敌概 对柯文哲继续打压嘛 因为柯文哲 在以前的民调里面 侯友宜在事成的时候 柯文哲才12个百分点 基本盘就12个百分点 把你们拦的这个选票 拿回来就OK了嘛 好了 回来我们这样讲 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事情是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 那柯文哲呢 现在就这个 最后朱立仁竟然 同意用马办 作为谈判的这个地点 这个真的是 朱立仁竟然最大难 不过我话说回来 其实某种程度 这也是朱立仁的权谋 如果今天他到第三地 开这个就是协调会 马英九就没被尊重了嘛 马英九要再说什么话 不知道啊 所以简单一句话 好那我就到马英九的这个马办 我直接来谈这个会议 这是一个高招 但是对柯文哲而言来说 他已经摆明一个策略了 就是拉马打猪扁猴 对吧 因为这个马英九 我现在突然出现了 我当然要把马英九 捞得这个抱紧紧啊 因为马英九后面韩国瑜啊 韩国瑜后面还有许小星 还有这么多人 你能不能觉得 绝对很小好笑的事情是 支持柯文哲的人 都是国民党的人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竟然是国民党的人 再把侯友一拉下来 再贬低朱立仁 我不知道国民党 发生什么事情了 现在你们当然没有看到 这件事 侯友的民调已经持续走高 而且在朱立仁跟侯友一努力之下 国民党的这个整个声势都起来了 理论上你要一句话 你不能只为了照顾 那可能只有20%人 希望这个蓝白河 却忘记很多坚持是 国民党的忠诚选票 可能你纳尽的柯文哲就跑掉了 我们现在看到蓝白河走到最后 竟然是蓝银自己先分裂 对这件事情 我再次的觉得不可思议 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力量 让柯文哲可以在国民党内部 上下起手 这个我们就很好奇 而且我们回到礼拜五那天 我们这个节目上面 那是瞬间的 就是这个马英九讲完之后 韩国瑜马上跟进 韩国瑜马上去的时候 一下叙小青台中还有高雄 这些立法候选全部跟进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绝对过去一定有一段 一段很密切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密谋 这个密谋 当然我要好奇 就是议员知道你知道 这个比较重要 好但我最后做个结论 其实以现在状况来看 其实我这么说 侯友宜为了那60个percent 说什么要下架民进党 这是他说的 他现在已经被这个 所谓的警窟 这样给警窟住了 让柯文哲明明在 民调下跌过程当中 还有让国民党有分裂的 的理由 我这么说一句话 其实 马英九扮演的角色 很像一个人叫马歇尔 你知道当时中共跟这个 共产党跟国民党 不是谈谈打打吗 有时候国民党快赢的时候 哇 这个就中共就要跟国民党 要协调 那其实过去有几场战争 国民党是有机会 打败共产党 这时候出现谁 马歇尔 马歇尔一来之后 哇 国民党每次谈判 每次失败 我只是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马英九什么时候变马歇尔 是的确这个蓝白还没有和 蓝营的内部先开打 我们看到 在这个马办的部分 萧雪人今天又出来受访 讲得非常重 他说党内觉得被突袭的人 根本就是不在乎那六成 希望蓝白的民意 你重要还是台湾人民重要 他意思是讲侯友宜 你是侯友宜重要 还是台湾人民重要 然后把民众党当敌人 就是在帮赖清德 但是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立院党团 出来讲话了 他们说 马英九 你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余将军 怎么看 蓝营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 还有现在蓝营的基层 到底炸锅到什么程度 其实发展到这个状况 我觉得侯友宜 这个总统选得很窝囊 真的很窝囊 你是国民党 党代表大会 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现在变成一个棋子 人家推来推去 明天10点钟 要举行最后一次 应该是最后一次蓝白的谈判 我只要问一件事 请问这个活动是谁主办 是柯文哲邀的 还是朱立伦邀的 还是马英九邀的 怪吧 对不对 这到底是谁邀的 看来不是柯文哲主办 然后萧续成说 已经征询了朱立伦的同意 他会出席 那这个活动谁主办 马英九主办的 马英九主办 马英九出来挫合 对 是马英九主办的 因为萧续成说 已经获得朱立伦主席的同意 会出席 那会是柯文哲办的吗 柯文哲不会办这种事 所以这一场 这个所谓的蓝白盒的协调会 是马英九办的 马英九是什么角色 他是见证人 见证人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签合约的时候 立遗嘱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离婚的时候 会出现见证人 见证人可以左右 这个婚礼遗嘱或是遗事吗 见证人不能讲任何话 我只是见证这个程序 法律还有 有没有不公正 然后结束以后 如果有一方要耍赖 我见证人要出来主持公道 这见证人 可是马英九有主持公道吗 他已经偏向柯文哲那边了 马英九按照身份别 他应该手腕要向侯友宇这边弯 你是国民党的 可是你却跳出来 帮柯文哲主持公道 戈背往外弯 戈背往外弯 非常奇怪 为什么他戈背往外弯呢 就赌并了他认为侯友宇不赢 所以为什么萧续成会讲这么狠的话 他说党内觉得被突袭的人 根本就是不在乎六层希望 蓝白河的民意 你重要还是台湾人民重要 有一个曾经是国民党主席 还做过两次 曾经是国民党选出来的台湾的总统 你跳出来居然是骂自己的党 践踏自己的总统参选人 骂自己的党 骂自己的侯友宇 说你重要还是民意重要 我去问你 这个马英九你是哪个党的 你是哪个党的 你已经超然到国民党跟民众党之上了吗 对不对 你到底为的是什么 你现在马英九真的是太上网了角色 马英九他认为说 我是国民党最后一任的总统 以后国民党不会有总统了 所以我要保有国民党唯一的总统 所以朱立伦你不要想 侯友宜你也选不上 那与其如此 让柯文哲选上好了 柯文哲真的能够一加一大于二 或是等于二吗 我讲一加一小于二 马英九一直认不清一件事情 柯文哲的群众 跟侯友宜的支持群众 是合不起来的 合不起来的 所以马英九认为说 两个加起来就赢了嘛 这么简单吗 另外我讲 明天的这个和 只有一个可能会成功 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主动退 就是一协调 侯友宜也到了嘛 柯文哲也到了 柯文哲说 好 马英九总统够诚意 我选负的 怎么可能 对 有谁 要不然就是 侯友宜说 马总统你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决定选负的 可能吗 不可能 如果这两个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请问明天开完会 准备一到两天 你怎么民调 民调三天吧 民调三天吧 三天之后还要留时间吵架嘛 有人说赖皮啊 有人说不爽啊 你说不会 我就主持过吵架的会议 主持完三天以后 各三家族来说 大家觉得不公平 然后互相骂 那个骂 我们要出来斡旋 又要三天 三天三天六天 可是我怀疑真的会做民调吗 双方已经战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说如果不接受 就要开战了 根本不会做嘛 你看林涛讲了 林涛讲就是要开战了嘛 对啊 你看国民党党团讲的是要合吗 要开战了 而且是骂马英九啊 不再其为不谋其政 你不要讲话 马英九之前不讲话 大家就忘了他 马英九忘了一件事 他是国民党里面 深蓝讨厌的最大公约数 以前不是朱立伦最被讨厌 是马英九哦 我2018年在浮选的时候 有深蓝的民众跟我讲 我告诉你 如果马英九来 我们就丢鞋子 你知道吗 我们党部还准备了渔网 要网鞋子 你知道吗 他对于马英九是恨 讨厌坏 要把他赶走 你知道吗 那现在马英九不讲话就算了 这个讨厌已经移到朱立伦身上 现在马英九把他讨厌要回来 你知道吗 基层现在讲到 就是在讲说马英九在干嘛 马英九是柯文哲的人吗 马英九是民众党的吗 马英九怎么会帮柯文哲 基层现在在骂马英九 骂翻了 骂翻了 现在以前电话打来 几乎都骂朱立伦的 现在马英九的声势已经上来了 绝大多数的国民党 是在骂马英九 真的在骂他 就说剩几天了 你现在还出来讲话 5月17号你在干什么 那你当时跟了侯友宜一起站台 拉了侯友宜说动算 那假的吗 对啊 不是在演吗 对怎么会这样 马英九现在变成基层最讨厌的人 不过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马英九被台湾人民众讨厌 已经很久 蓝绿都讨厌 他现在喜欢到对岸去坐火车 喜欢到对岸说我坐过那个 对这样他就很高兴了 所以他在跟柯文哲抢代言人 他们在抢代言人 如果这一场选战他没有角色 他以后怎么到中国去 他怎么到中国去 逃组织欢欣 当然当然 柯文哲为什么这么努力的推徐春英 柯文哲为什么这么努力的羞辱这些弱势族群 是 他就是要讨主则欢欣 那么马英九怎么能让柯文哲专美于前呢 我是做过总统的 我是当过两次国民党主席的 所以我在这一场选战里 我不能留白 我一定要讲出最关键的话 所以这一场所谓的蓝白河 就是埋下了最大的吵架本 结束以后不但错不成蓝白河 两边就正式开战 那马英九就会说 我尽力了 没有办法 我也做和我这个河头酒也摆了 那两边就不清嘛 所以说最后合不成 马英九还是会变成对岸 最大的统合者说他尽力了 是来 袁之远 怎么看明天的这个 再次的蓝白是个协商了 那这个看起来 我们的林陶都说了 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呢 民众长继续坚持 那就战到底了 所以是不是真的 朱立委員有真的那个决心 要跟民众长战 没有要战 那旁边的人有一些 我不知道他们考量是什么 但以我们是第一线 在前面选举的人 其实这些纷纷老老 对我们来说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就是说我们出去拜票的时候 比如说 要拜托人家支持 明明就是我们的支持者 但他就要跟我们抱怨很多 那个蓝白盒的事情 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现在也是骂马英九吗 骂马英九也是有啊 也是有啊 然后支持蓝白盒的也是有啊 那所以 我觉得既然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如果真的没有谈成 就得不偿失啊 那就比没有谈更惨了 而且 因为现在就加入马英九 这个角色嘛 有人说他反而会加速破局 也不是 马英九是这样啊 就是说 如果不是马英九 在前几天忽然间这样 透过萧续省呼吁的话 那麦合就是破局了 那现在因为马英九 透过媒体 给注意人压力 感觉上好像两边又重启了 但是关键还是看 明天大家的一念之间 但我只是觉得非常奇怪 就是马英九跟朱立仁 有这种不熟嘛 就是都没有line哦 就说你 私下沟通 对你私下沟通一下就好了嘛 然后朱立仁就赶快跟柯文哲谈嘛 啊怎么会透过媒体放话 而且你等于是 给民进 民众党啊 给民众党一个底气啦 因为我上个礼拜 柯文哲公布那三份民调 实际上他是有商的 因为那个民调的题目啊 的设计 他要偏自己嘛 然后动机也非常奇怪 所以有些人就会把蓝白破局的责任 就会觉得是民众党的搞鬼 可是现在马英九跳出来就讲说 哎呀 应该赶快全民调啊 要听柯文哲的 那柯文哲忽然有底气的啊 他说 其实从欧道尾都是 朱立仁你们的方法不好嘛 不能怪我啊 连马英九都这样讲 你会觉得马英九的胳背往外弯吗 怎么没有站在 我觉得他也是站在说 要下架民进党的角度啦 然后因为时间不多 只是那个 手段太激烈了 变成再羞辱侯友谊 手段有点激烈 所以导致于就是 像我们在第一线选举的 就是会有很大的困扰 很困扰 而且困扰在就是说 你马英九去羞辱侯友谊 再来呢 柯文哲可以去羞辱你们国民党 因为你们的国民党都说 已经准备好 甚至说有一个计划 开战首播计划 就是拉蒋万安来打柯文哲 比如说柯文哲在八年执政 变成臭蛋了大卷等等 这个我都觉得是 结果柯文哲今天马上就炮打了 这个蒋万安 他说你为什么不敢公开 你的市政会议 因为我没拿钱 没拿钱的最大 意思就是说 你讲完你不敢公开 是讲讲完有拿钱有贪污 我跟你讲 我觉得蓝白和之前 讲的都是放话 真的都放话 反正选完 就是蓝白和之后 看有没有和 大家还会再重新思考 说怎么去跟民众党的关系 如果说到时候蓝白没有和 那你要搞气宝 你也不能跟民众党关系搞坏 你不能把民众党的支持者 变成我们的敌人 一定是韩国瑜跟侯友谊 一定会出现在台面上 然后节奏下面 玩不玩 人数人很多 就这一次 韩国瑜只讲了十分钟 就是高铁来 直接去 讲完就走了 然后整个画面 只剩下侯友谊 也就是说为了柯文哲 韩国瑜直接到会场了 也不愿意跟侯友谊同台